HELLO 怪鳥 大家好 今天我們基於釣新手隔壁來到湖岳 全赤 跟大家一起實戰釣魚 全赤這邊原來有很多釣點都適合新手去玩 今天我們請了一個新手跟大家一起釣魚 有請Thomas Hello Thomas 你是否第一次釣魚 是呀 我第一次 現在很緊張 你有沒有想過今天有多少收穫拿回去 我想也有一兩條吧 一兩條會否放得目標太低 其實娛樂幾多其實不太重要 最重要的是今天會連同博士和大家一起釣魚 教大家出去實戰釣魚必須有的知識 希望今天可以帶到釣魚技巧給大家回家 那走吧 好 Let's go 博士 你好 我是Thomas 小弟這次第一次學釣魚 有甚麼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要注意安全 所以今天帶你來一個地方 就是比較平坦的跌駁 對身手來說一定是絕對安全的 對身手來說 如果我遲些越來越聰明 是否可以去其他地方釣魚 當你越來越聰明 那時候可以帶上一些散石駁 當然有其他地方釣魚 但到時有安全的裝備要加上 例如機械等 一定要穿的 因為始終石頭會比較滑 再帶你去外交釣魚 好期待啊 那我們這次就在這裏試試吧 博士 這裏是甚麼來的 這裏是有理 就是我們玩機械 最佳的拍檔 是必備一定要有的 嗯 稍後我就教你怎樣開 首先把蠟翼蝦插碎 斜斜地地插 把架直插起來 好像要用力 斜斜地地插起來 斜斜地地插起來 是否剷碎就可以了 對 你首先把一塊完整的剷碎 待會再做下一個步驟 去倒粉 有理粉也分為很多種類 這包也是有理粉 對 沒錯 有甚麼不同呢 這兩包都是專屬釣魚的 全部倒進去 每次都要 倒進去 首先先攪拌一下 先把蝦輕微拌勻 先把蝦輕微拌勻 然後你把蝦輕微拌勻 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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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的顏色又不同了 是的 兩包的成份是否有些不同 是有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日後我再講有理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現在拌勻它 用你的方法攪拌均勻它 所以機釣其實不錯 體力勞動 不錯 年輕人出來 都要很用力 不要經常躲在家裡 打遊戲 出來運動一下 輸展一下筋骨 現在有些是上肚子的感覺 鹹田 還有一件事 有些蝦鏟 這個叫蝦鏟 有些是可以給你 這樣做的 可以調節角度 對 是否更方便攪拌 其實攪拌到差不多 其實我們要加水 這個就是打水檔 好 這樣我們要加水 怎樣去吧 拿著打水袋 來到旁邊 最重要是拿 拿著 握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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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握緊 然後再看水進入水袋 然後握緊 打水上來 不要完全倒進去 因為未必需要那麼多水 所以要逐少量 再加上去 少少少 然後再攪拌 是否一定要用海水 或是用自己帶來的水 其實用海水當然是配合海釣 用海水便可以配合 最重要是把蝦和粉 攪拌均勻一點就可以了 這樣便可以了 接著 當開了 油理粉後 我的習慣 未開乾 就選擇了一個釣位置 這個油理根 這是甚麼 這個油理根 用來打 這個油理下海用的 我們在這裏釣 過來 開完油理 首先在釣位置 打幾次下去 自己腳背 要打幾次嗎 打5、6次左右 可以了 接著我們先去開乾 開乾 好 為甚麼先開油理 因為油理要發揮作用 要引魚 所以在未開乾之前 我們先開油理 開完油理 就打了油理在釣的地方 打下去 先引魚 起碼做油理效應 接著我們去開乾 起碼有時間給它 對嗎 好 開乾 好 開乾 開乾是怎樣做呢 今天炸了一枝乾給你 一般來說有一個小箱 你便可以放置自己釣物 釣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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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抽便可行 更方便 先開乾 先打開它 先拔開它 然後拆它進去 用手掌握著它 然後推進去 鎖巴扎 好 可以嗎 很鬆 然後 打開杯 把鎖巴扎拿出來 拿一條絲出來 然後呢 就在這裏 穿開 小心點 開這個步驟慢慢 不要心急 拉它出來 這條魚燒便出來了 噢 今天拿一個 0.6的浮球給你 嗯 0.6的浮球 我扣著 首先要做甚麼呢 我習慣喜歡用炭豆 接著呢 開乾了 不要綁壓腳 先開乾才綁 開乾 簡單 你打開之後 你喜歡 站在這裏 用手掌握著乾 開乾 有些乾有加拉 有些對外加拉 其實很自然 總之對著便可以 可以的了 看我怎樣 拿著絲 連乾一起拉出去 如果你習慣 就不用看這條街拉 總之各個街 你這樣開同一方向便可以的了 拉緊它 每度一節便拉緊它 尤其是對位 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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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便開了 對嗎 接著收回去 拉上來 然後再綁緊它 拉腳 即是指線 你先拿著 好 這個也拿著 一般 拉腳 新手去玩 一淫多些便夠 為何一淫新手好學 一拉 再多一點 其實這裏 預計它是八至九尺便足夠了 因為我們要連結 主絲和指線 要靠零圈 要綁零圈 三個圈 拉緊它 吸收回去 接著到奶腳 綁回去 接著要綁勾 記得 綁勾 如果沒有圈 那條絲 一是在勾封前面的位置 勾封前 又不是在後面 是在前面的 那便要夾完 因為這個是領六浮波 即是 你約它是六個B 夾完 我在領圈頂子 沒有線 便會夾粒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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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六減三 等於多少 還有三剩 還有三剩 對 一半數 這個叫做主字元 就放在另圈頂 這個幫我拿著 這樣夾下去 對 對 這樣 因為 是六 等於六個B 六減三 還有3B 下面還可以有3B 的夾法 一般來說 最基本的玩法 夾完是怎樣夾呢 最基本的 紫線的一半 便可以了 好 那我會夾粒 那我會夾粒 夾粒 2B 2B 那還有1 1 你還有釣魚 哦 這個拉強的長度 我約它一半 最基本 已經是綁好 那我們要怎樣 要看看這裡的水深 有多少 然後調整釣棒 要試水深 好 要怎樣試水深 試水深 我們有些試底圓 嗯 試底圓 試底圓 好 看到嗎 它融主就是把勾 你試底圓 它有些海綿體 勾著它 嗯 接著 你看著 很簡單 你現在將它 壓下去 好了 我的紫結繩 剛才只有十多尺 現在沉了 看見老婆婆 是不是 那又怎樣 是將紫結繩 拉回 好 對 拉回 拉回 對 是嗎 看你的紫結繩 浮腦 浮腦就浮腦了 對 對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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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遇多幾尺 因為有水流 水流會有點斜 深度可以多遇到三尺 這樣便可以了 水深便試了 這枝肝肉先交給你 好 就開始釣魚了 原來準備功夫也非常充足 是的 這是藍血蝦釣鯉 這是藍血蝦釣鯉 怎樣做呢 我試一次給你看 當你勾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幫著它 然後拿著勾 你看看 要撕掉蝦尾 容易勾一點 由蝦尾勾上去 一推就成了一隻蝦套 對嗎 好了 不斷嘗試釣鯉 剛才打的也有在這裏 我們先釣鯉在這裏 讓它養上去 丟進去 讓它養出來 讓它慢慢沉進去 在這裏自己繩 綠色的那裏是否自己繩 你讓它慢慢沉進去 對 讓它自己繩 是否要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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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塏 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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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扶路它 扶路它 扶 扶手 只是要平行定住 只要尖哇姐放 給你更為する restart 推動 skill of a Tang 這支手來調 別發差虛絲 也可以 把它摺放 就放一點 把手來調啊 是假的 這樣放進去 我介意幫你補給油脂粉 那就等魚來的 要怎樣才知道它來了 浮波輕微會有沉 有魚吃它會拉沉的浮波 你自己在這裡試試 好 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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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算大條 轉了釣組來釣 用浮波浮波 算大條 浮波 有魚 不用太大力 這是甚麼魚 這是甚麼大力 嘩 有魚 聖高之高 很大條 我要怎樣做 聖高之高 整個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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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來 這條魚是小條的 不大條 你自己拿著 這條魚是你的第一條魚 嘩 終於釣了第一條魚 對 我覺得挺大條 不過是沒有食用價值的 好了 這條完美了 你解開它 解開它 放生 好 好 就解開 就這樣用手解嗎 很簡單 這些不是怎樣的 這樣就脫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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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最後釣了一條魚 開心一下 我們結束了 好開心 第一次釣魚就釣到了 好了 結束了 我們今天的釣情 謝謝你博士 我今天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又學了魚缸操控技巧 也學了一些勾蝦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耐性 對 即是很需要耐性 耐性 我今天只要三四個小時 釣到一條細的魚 今天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努力 希望下次有更好的成績 希望你下次有更好 更進步的技術 操控技術 好 收拾 這個是有理檔 我們玩完了 當然要處理 洗乾淨一點 回家後再用淡水洗 現在起碼要洗乾淨一點 通常都會自備一個擦解 小擦可以擦乾淨一點 學習一下玩完 洗乾淨 就要讓它擦乾淨 OK 先交給你做完 好 新人就是要學一下這些 新人就是要做這些 通常洗乾淨後 地上還有些油膩很骯髒 我們現在要處理上去 沖回去 怎麼樣 Thomas 洗乾淨了嗎 洗乾淨了 可以走了嗎 可以走了 但你還未做了一件事 還有什麼 不是可以走了嗎 剛才我們要用完的東西 有垃圾袋裝好 現在我們要帶回垃圾袋走 是呀 這件事就交給你 待會途經有垃圾桶 就扔去垃圾桶 這些我們出來釣魚 一定要保護釣場 不要令它有骯髒 好 我們要出一點點分力 好 我們就扔掉了 各位觀眾記得收看我們這條影片之後 記得讚好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還會出新影片 還會跟博士繼續學習 好 那就說一聲 Bye Bye Bye